晚餐時間 四面國中生到牛排店 大口吃肉 大口吃麵 吃飽竟然拿起胡椒罐 走到玉米濃湯糖鍋旁 不斷狂灑 這還不夠 再用湯匙攪拌好幾次 甚至出現這個動作 那個動作看起來很像吐口水 因為他的口頭都壓下去 國中生低頭 不知道是在聞湯的香味 還是在吐口水 店家事後把整鍋玉米湯 全部倒光光 祈禱把監視器PO上網 質疑國中生惡搞農湯還吐痰 因為我要去呈湯給客人 對對對 外帶的這些湯的顏色不一樣 國中生對農湯疑似吐痰事件 發生在高雄南子區 影片底下網友瘋狂留言 說這是教育失敗嗎 日本受私郎翻版 店家要硬起來不能姑息 為自己的行為做負責 不是說這樣子隨便的惡作去玩 然後就結束拍拍屁股就走了 表示說他們知道錯了 一時興起 並不是有做所謂惡意模仿這樣子 國中生坦承撒胡椒 但是否認吐口水 會找時間跟家長去牛排店 登門親自道歉 店家目前選擇原諒 只是國中生調皮導彈 鬧出大風波 須到慘痛教訓 記得紅夫人王書宏 高雄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嘆弄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